很簡單就是張家輝由花骨龍演變了激戰的過程 我們都要時間去慢慢演變 他說自己是張家輝 我們沒有說的 他說而已 他經常用錯誤 我們都知道出道以來 看一些負面評論 會笑我們奇怪、騎乱、岩蠶 這些都不行 但我們就會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缺點 但其實那些缺點就是別人喜歡你的原因 這四個MKB是誰 這四個路人在哪裡找 你會覺得這群人騎乱就代表沒有實力的包裝 是因為你真的沒有了解過那群人 因為其實沒有衝突的 你搞笑也可以很高質的 你不可以到處找一個人 你弄個笑話來聽 他不會突然忍到你笑 你可以嗎? 你現在試一試 你試一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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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讓我講一講 我們很多的作品出來 其實我們都是精心度過 或者做過一個設計 才覺得這個位置會令到別人會笑 有些人 只是覺得表面就是你是搞笑 而不知道你背後有付出的東西 或者你的天分是什麼 我自問我們在這個搞笑這個歷程裡面 我們大家都越來越投放很多心思的設計 在每一個的搞笑中 那觀眾敢不感受到就沒有辦法 這件事 但我們是在嘗試去極致化那件事 也希望讓你真的可以扭轉你的價值觀 你會覺得這幫人搞笑 其實都 笑中可能是有類 或者笑中又有 又有情 笑中又有愛 就是有很多這些東西 只不過搞笑是一個包裝 那我覺得是時間問題 還有香港現在真的有兩批觀眾 就是有不同的觀眾 就是網絡有網絡的 電視有電視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 全部香港人都一起 立體一些研究 我們香港的文化 而不是 只是了解 就是慣性的 電視台給你的東西 我想說一個 當然搞笑是幫到我們很多 如果我們沒有搞笑這件事 我們沒有那麼快 觀眾認識到我們 希望慢慢改變 是個過程 我們要出來 都不能夠一下子 就去到很高的位置 但是我們 只可以慢慢透過作品 和我們的共鳴 我們的一種 快去 讓觀眾感受到 我們ERROR的價值 如何越來越巨大 這個組合